接下来在中国新能源车领域会发生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 因为中国新能源车包括燃油车 技术领先性价比超高 会把核子与进口车打的节节败退 进口车的词都不用说了 啥也不是没有几辆了 接下来他们会疯狂反扑临死之前的增长 一定会有大量水军抹黑 就是各种形式的来抹黑国产新能源车 最后垂死的增长 马上好戏就要上眼了 至于是什么 我猜测一定会 因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他们不会做得我们领先 一定会扯出什么妖娥的 这是第一点 拭目以待看他们玩什么花样 第二点 打不过就加入 就是你看啊 这个大众用的谁技术 很多是国内的 对不对 之前收购小鹏的 包括用的咱们这个 很多的这个智能这个技术啊 都是用的咱们 丰田跟比亚迪合作了 对不对 然后那个韩系用的也是咱们国内的一些技术了 包括特斯拉 虽然是美国品牌 但是国产化率非常高啊 在上海有基地 是不是啊 就包括大众在武汉有基地 知道吗 大众的很多车型生产 包括的技术 也都是在中国的 很多用的中国 关键技术啊 比如说电池电 那个三电系统啊 等等智能驾驶部分 华为已经 方田已经把自己灵魂交给华为了 这个都知道吗 把那奥迪啊什么大众什么 很多都都用华为的 采用华为的智能那个自家系统发了 就是你会看到 打不过就加入 老外不傻 知道吗 然后 你会发现 未来买的盒子车 很多关键零部件技术 都是国产 都是咱们中国的 那现在问题来了 都是一模一样的 你就为了一个品牌 就多花很多钱嘛 那你还不如买国产了 对不对 所以说以后记住啊 还是要支持国产车